喜剧首先是解压 是一种跟生活完成和解的非常好的方法 世界并不会因为你说的这个笑话而更好 但是你可能会因为这个笑话 觉得这个世界会好一点 就是我们想把我们喜欢的这种喜剧形态 它的入门的表现形式可能是 Stand up 脱口秀 那想展现给更多人看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好的东西 它应该让年轻人在更多的渠道上全方面的消费它 它表达自我 它表达跟生活的一种和解 它而且很睿智 这是我们觉得有趣的东西 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面 做出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 有一个爆炸性的增长 您认为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再爆炸性的综艺也好 它其实我们会有一点文化商人的感觉在里面 就是你爆炸完之后 其实你上下游的东西 我们还是觉得是没有被完全开吹出来的 我们想尝试这件事情 如果你把这个生态想象成一棵树的话 一定有人是花 有人是果子 吐槽大会可能是果子 底弹池子可能是上面开的花 但是底层这些校园俱乐部 像这些Open Mic 包括我们这些人参与到里面 他们其实像跟和近 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花和果子 除了吐槽大会之后 咱们也做了其他的一些节目 并没有我们预想中那么的火爆 吐槽大会其实更像是NBA比赛里的灌篮大赛 它是一种极端技能 但正常的NBA不是这样子 但是篮球赛也不是所有的球都灌篮的 你会发现他们也会丢 也会运球运出界 也会有失误 这就是托口秀大会 它更是一个更真实的Stand Down的表演 更真实反而并不那么被市场所接受 如果你的世界里面只看到灌篮大赛 其实你是不知道篮球是什么的 对篮球行业并不完全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我需要让大家看到真正的篮球赛事 我不是每一个爆品都要去博一个高位的逻辑 我是想告诉大家 这是我是做产业的 那如果你到线下 可能还会听到更烂的Open Mic 但不重要 因为有新人 我需要他上台去做这个演出 做产业其实很累的 又不赚钱 而且很耗时间 而且需要你极大的耐心 但我们就会愿意做这件事情 就是核心的价值在于 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 越来越多的人理解这个行业 然后越来越多的人 才有可能在一个维度下面 出现新的一个更大的爆品 在文化产品里面 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叫时间 它需要一个在头部拿到资源的人 去投入你的精力和你的注意力 以及耐心去做 然后等着它开花